2013,我们与藏羚羊从6月16号正式启动以来,我们新闻频道集中关注了由国家林业局西北宾威动物保护所和中科院专家组成的考考队,对我国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的科学考察行动。 由于分布在高海拔的无人区,那么长期以来对藏羚羊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作为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藏羚羊对所处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研究藏羚羊,扩解围绕它的种种谜团,不仅是对藏羚羊物种本身非常必要,而且对于中华水塔的发源地,青藏高原也是至关重要。 因为更好的了解,才能谈得上有效的保护。 那么除了专家对藏羚羊这样的野生动物比较关注以外,普通百姓对野生动物有哪些认识,他们又如何看待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 对于如何保护野生动物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建议,人类如何才能与野生动物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那么这几天我们的记者也随机对中国许多城市的老百姓,对普通民众进行了一些采访, 那么大家也都各自说出了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不同的一些看法。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与藏羚羊特别报道,我们来听一听关于野生动物,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平时最喜欢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啊,还是野生老虎,老虎,为什么呢? 它威风,它野生啊,自食,自食,自食,那个自利耕耕耕。 巨蚝,大乡那些的,我喜欢大乡,起油算吗? 我最喜欢的就是,要卤呀,起上的藏羚羊。 松鼠,松鼠,为什么呢? 就吵得挺好爱的,都威风那样,挺漂亮的。 那你了不了解这个藏羚羊这种动物? 不怎么了解。 不怎么了解。 那你觉得像保护这些野生动物与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也有。 也有。 它甜在哪儿呢? 你觉得? 平行的话,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动物的一种吧,到时候假如说一些不保护以后没了,想看话,等到自己孩了,说后代看了就没有了,这个也挺可惜的。 那你了解这个藏羚羊这种动物吗? 前两天,有人去四川去旅游,就是拍过照片回来,我就知道一个藏羚羊好像挺贵的,白色的,就唯一就是挺稀有的嘛,挺稀有的。 对,而且是在四川那边,成都吧,满地都是那个藏羚羊嘛,应该是。 做出来只是看过他们拍照片,上下就没什么了解。 喜欢什么动物? 老虎。 老虎,为什么呢? 好看。 好看。 那大爷,您知不知道藏羚羊这种动物? 在电视上看过。 在电视上看过。 那动物也挺好。 知道它有什么特点吗? 它能上伞? 不知道了。 您觉得像保护这种野生动物,我们自身能做点什么呢? 看着饿了就给了点什么,渴了就给点水。 嗯。 必可能。 肥叫的,在威胁那种带子。 那也没什么好办法。 您知道那个藏羚羊吗? 知道,藏羚羊知道。 我爸爸一说我,我超多远。 你人家拍着。 行行行行,我先马上挂了电话,请留点事。 拜拜。 说什么帅哥,不好意思。 就是你知道那个藏羚羊吗? 我知道。 那你认为保护像藏羚羊这样的野生动物,跟你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人人有责吗? 不是,这个是发自肺腑的啊。 嗯。 因为你看我们生活在这里,首先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想法,就是我为人人,人人才能为我。 只有你付出了,别人才能付出吗? 嗯? 还有什么问题? 那你认为那个保护野生动物,我们能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光喊口号肯定是没用的。 但是你要捐钱吧,说实话我们学生没有多少钱。 你觉得保护像藏羚羊跟你有关系吗? 有。 有。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我死羊的,我要保护羊。 哦,是这个原因啊。 知道藏羚羊吗? 藏羚羊可知道。 你也是怎么知道藏羚羊的? 这从看电视了,算是报头上了许多说的。 那一般情况下,你认为他突然知道那个藏羚羊不太多? 对不对? 人人觉得不,要是保护野生动物,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那还是要从你们一起来,大的宣传。 这是最重要的。 但人他意识着,有些他一生来就具有。 他通过学习,他才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说藏羚羊这个东西,一看不过,那才有那种喜欢的感觉。 保护野生动物,那我们能做的什么呢? 那我们只能在我们的身边。 嗯。 包包片。 怎么说呢? 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穿雕。 反正我知道,现在不是青藏起路,专门给藏羚羊有个通道吗? 如果要有专者的话,我也会去采用。 我觉得我们保护野生动物,我们自己不要伤害他,也不要就是,也不要猎杀他。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和平共主。 是吧,和平共主。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鹿。 皮毛呢,皮革啊,大象的象牙之类的。 就是他不穿的。 不穿他。 你,你,你,你即将从根本上来解决的这个问题, 他就不可能去再去盗猎啊,去杀那些动物。 是不是?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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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